與施銘清對談 施先生 可否談談你最新的對於黃金、商品價格的看法 因為事實上,我記得兩個星期之前我們談過一次 現在的形勢,你有沒有一些新的看法 黃金沖了一輪,過了2,000美元1盎司之後 都沖到2,080水平 但不能沖上去,就跌下來 最低跌到1,800多 跌幅有10% 有些人說黃金的升勢已經見頂回落 有沒有機會呢 這個世界甚麼都有機會 但是,我自己看 在歷史上,當金價衝破上一個浪頂之後 都會衝一輪 加上,有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疫情的因素 例如香港最近控制得好一點 但是,美國的疫情 都未算正式受控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 還需要 可能不止一輪的救市措施 而救市措施 北外是 派錢 又要派錢給企業 又要派錢給個人 這些錢從哪裡來呢 美國政府沒有盈餘 只有債務 唯有增加債務 你不斷地印銀紙 印了這麼多銀紙出來 銀紙的購買力 一定會 消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擁有 鈔票的人為了自保 會買黃金做對沖 這是整個 更加之前上升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 拿來保險 怕貨幣系統一旦出事 他都有些 渣拿 有些黃金 而世界 上資產擁有者 以前一直都不持有黃金 因為覺得持有黃金又沒有息收 你持有債券有息收 持有股票 會一樣有股息 但黃金就是 最多保有原有的價值 以前有些投資者一直都不投 譬如北菲特 從來都不投黃金 最近都 購買一些黃金 金礦股 當然佔它整個 平均不多 因為 很多人在資產組合中的比例相對少 所以 再加上去的空間是有的 除了疫情促進 中央銀行發鈔 一般人怕貨幣貶值會買黃金之外 另外中美的磨擦 角力 亦都會影響整個世界的經濟動力 疫情之後 很多國家的經濟都下來了 不是那麼快回頭 在這個情況下 本來中國的疫情算是控制得好 經濟復甦亦都快 但是 西方要跟中國 disconnect之後 中國的經濟動力 帶動他們的經濟 恢復的 機會是少了 變成他們的 處境 會有一個相對長一點的時間 相對惡劣一點 這個因素 在初期 如果是 他們又是繼續 印銀子去解決的話 我怕 弄下弄下弄下 白後煲的機會都多些 所以更加要賣金 起碼有一部份要 持有些金錢 索羅斯都說 各個央行都是用這個方法去救經濟 泡沫越催越大 所以他說投資都不選投 所以這些情況下 為保險計有一部份的資產 以黃金去儲存 都是一個要考慮的事情 施札 我想問得仔細一點 譬如金礦股 或者是ETF 甚至乎 實金 實金 我想倫敦金你就不會 其實你是會選擇哪一種的種類 如果保險功能 最好有一部份是實金 因為 你買ETF都是透過一個機構去持有 一些黃金 萬一那個機構 出事 你都是 可能沒有爭拿的 所以 正常情況 買ETF 就 沒有買實金那麼麻煩 買實金 你拿回來 你真的在家 招惹盜賊 引來殺身之禍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適宜這樣做 買ETF 就乾淨 你就是有個記錄 但是你要 等待這些東西 不會出事 至於你說買金礦股 金礦股 在金價上升的初期 它是 很多時 升得更快 因為 金價上升 就只是一個比例 上升 但是 金礦股來說 它根價上升的那一節 全部都是它的利潤 譬如 它的生產成本 是相對固定了之後 每升一月 它的利潤的 上升的比例 是高很多的 譬如你原本是賺10%的 你金價上升了10% 你的利潤就變成20% 是一個開的 由10%的利潤 變成20%的利潤 它是升了一個開的 所以金礦股 在升的初期 會升多一點 亦都會升過龍升特跌的時候 因為大家有期望 一樣會跌得超額 所以 買金礦股的風險是大一點 以及你要做的功課 是多一點的 你要知道 這間公司 手上有哪些礦 哪些礦是現在開已經有錢賺的 有些礦是 以前的價錢不夠 它去生產 所以很多金礦其實是 停了 因為 它的產出來的 都不夠蓋成本 但當金價升到一定程度之後 很多以前 不可以開採 沒有條件開採的礦 都突然間 可以開採 供應 就會增加 增加 對金價 亦都會有壓抑作用 所以 買金礦股 要做的功課 收窄的資料 要多一點 判斷亦都難一點 所以普通人就 買一下金幣 安全一點 有一部份作為 保險功能 跟師生談投資 真的往往都會資多很多 好 今天 謝謝師生 謝謝 sem 下集